在教練協助下 身上朋友開心坐在浮板上 享受滑獎樂趣 其他同伴們陸續下海 玩得不亦樂乎 開心 很開心就對了 因為我本來就是喜歡玩水的 那因為他非常喜歡玩水 可是平常對我們來講 我們不可能自己帶他出來玩水 因為不要說器具的關係 光環境 我們要找一個他可以玩水的地方 其實都不容易 自從知道就是有這些活動之後 我們就會很關切這種問題 大熱天玩水清涼又開心 和平島公園嚴格把關 建置無障礙友善場域 市長謝國良也親自下海 和身上朋友一起體驗逸獎活動 我覺得玉鑫住長 跟我們這邊一起辦這個活動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然後讓我們這些 各類不同的好朋友 難得能夠有下海的機會 我看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 而且非常的感動 我們基隆市就是不斷的努力去朝向 讓更多的環境 更多的城市生活 都沒有障礙 這個也就是我跟玉鑫 一直以來努力的一個目標 讓我們身上有機會去能夠玩水 然後玩水對我們身上是非常好的一個運動 因為也是很少會有這種機會啦 對所以看到有這種機會就趕快來報名 對趕快來玩 對 歐先生有愛還要慢慢玩 3 2 1 Yeah 鼓勵身心障礙朋友親近大海 事案府海委會及北關處 在河冰島公園舉辦無障礙青海成果嘉年華 參加活動的身障者 不少人都是同一次青海細水 障礙者最好是常常出家門 那不是去醫院而已 更要親近大自然 所以我們是海洋的城市 海洋的療癒 海洋的美麗 要讓所有的身心障礙者 都能夠平等的參與 所以在這裡我們今天的活動 不管是硬體的設施 或者是軟體的服務 我們都有很詳細的準備 其實河冰島地區公園在107年開始 我們就打造整個園區 就是一個無障礙的環境空間 希望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 可以看到這些世界級的一些地質地貌 我們在今年更進一步的跟市府合作 還有跟北關樹聯手 去打造整個無障礙的水域油漆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更多的身心障礙 不管市障、聽障或知障 都可以透過一些專業的載具 專業的教練 可以讓他親近海洋 讓他幾十年可能都沒有想過 他還可以再下水去體驗 所以我們這幾次辦下來的活動 看到人家的效果 就覺得很感動 真的你要講無障礙的平權 其實就是從政策開始落實 城市有愛 然後生活無愛 我相信是現在市府很在意的 那我看到這個活動 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跟也期待每一年都可以辦 未來不只是希望是說 基隆市可以落實 就是海域無障礙 還有我們可以慢慢慢慢朝向 青山進水也無障礙 無障礙措施跟各項政策 才是這個城市 真的該追求的光榮感 以及進步性 河濱島公園自律打造 無障礙的汽水場域 在專業教練陪同下 讓身上朋友有機會 敞陽大海一圓夢想 記者黃紹明結論報導